023韩国最新奇幻剧志 剧集此期将至忠于震撼来袭 它耗资500亿 由近亿观众的超人气同名漫画改编 并邀请了韩国半个演艺圈的豪华阵容出演 也是近五年来最值得期待的奇幻家作 话不多说正片开始 梅运缠身印堂发黑的小崔正要去面试 却在路上碰见了一件诡异的事情 只见一个男人找死的跑到马路中央 结果下一秒 小崔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正想上前询问需不需要叫救护车 然而男人却抓着他的衣服直接咽起 这恐怖的经历还是小崔的第一次 以至于在面试的过程中心神不宁 结果显而易见被刷了下来 紧接着又电话得知一个噩耗 朋友带着自己的投资款跑路了 更惨的是 晚上小崔看见女友从一个男人的车上下来 这着实从头绿到尾 这也让他水泥风兴去他的狗屁爱情 然而最后的一件事成为了压死他的稻草 当他临着雨回到家时 发现自己的所有行李被房东丢在了门外 仿佛在这一刻世界抛弃了他 晚上他站在阳台上 下定了决心要和这个世界来场告别 终结他惨不忍睹的人生 死亡或许是他最好的解脱 只见他从楼顶一跃而下 然而诡异的一幕再一次发生了 睁开眼的小崔发现自己换了一张脸 并且身处在一个豪华的私人飞机上 但旁边多出了一个诡异的女人 女人完全知道小崔的底细 当他摘下眼镜露出血红的瞳孔时 小崔的灵魂被拉了进去 而这里是他专门为小崔准备的惩罚空间 女人自称是死亡 唯一一个永生不死的存在 小崔的自杀行为惹怒了他 要让他为侮辱死亡而受到惩罚 下一秒 小崔惊恐地在飞机上醒来 看着眼前的女人 询问自己会受到什么惩罚 女人告诉他 会将他的灵魂分割 进入到即将死亡的12个人体内 体验12种不同的死法 好好感受死亡的痛苦 说完女人消失不见了 这也让小崔有时间 好好参观一下四人飞机 这时 一个钻石般的记忆碎片漂浮在面前 搜的医生进入到了躯体的脑门 这也让小崔了解目前这个人的身份 他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 拥有一个哥哥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竞争就是家常便饭 父亲对自己的偏爱明显多于哥哥 并且最终指定成为家族集团的接班人 这些记忆碎片让小崔愈发兴奋 这才是人生赢家的体验 果然投胎是门技术 然而下一秒 窗外的飞机引擎突然发生故障燃起大火 飞机失控地向着地面撞去 小崔在机舱内左摇右慌 慌忙坐回座位扣上安全带 机组人员赶忙来询问情况 然而悲剧再一次发生了 只见飞机的引擎发生爆炸 碎片划破了机身破开一个大口 强大的吸力将机组人员吸出了飞机 随后整个飞机在空中爆炸解体 可怜的小崔全心经历了 一次被火焰吞噬的死亡体验 画面一转 小崔的灵魂再一次回到惩罚空间 桌上的时钟显示还需要经历11次死亡 而开启下一轮的死亡体验的方式 就是女人在空间里开枪射杀小崔 小崔惊恐地发现自己身处在空中 快速地向着地面坠去 而且身上没有任何的降落伞设备 他慌忙抓住一个半飞的人员 大声呼喊着救命 这时记忆碎片快速地进入脑袋 这才让小崔了解真相 原来这个人身份是一个极限爱好者 这次是为了完成一项记录挑战 从8000公尺的高空跳下 并且是在不被降落伞的情况下 准确落入地面的安全网 整个过程将会全程电视直播 无数的观众都在观看这场奇迹 如果挑战成功 将会得到很多钞票的奖励 为了得到这笔钱 小崔决定放手一搏 凭借着身体的肌肉反应 他快速向着地面的安全网俯冲 电视的收视率也快速攀升 然而下一门 这里暂停一下 有没有一个人 让你一看到他 就瞬间心情变好 分享一个最近很火的恋爱神器 牵手APP 在牵手脱单的每个人 都会感受到爱与被爱的快乐 他们热爱生活 懂得相互欣赏 互相陪伴和付出 在牵手脱单 实在是太容易了 我把下载链接放到了评论区 单身的小伙伴可以下载体验 所学校的同学是一群魔鬼 只因为男孩多看了一眼 就受到他们的欺负 让他趴在地上表演才艺 供这些吃瓜同学拍照打卡 原来男孩是一个单亲家庭 五岁时父亲过世 是母亲一把屎一把尿抚养长大 母亲每天辛勤地工作 只希望能够望子成龙 为了不让母亲失望 依旧保持着好学生的形象 忍受着地狱般的校园生活 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反抗 他再一次遭到了校爸的毒打 他原本想要去天台自杀 结果被小崔灵魂附体 这也是他的第三次人生体验 怎么也不可能被一群高中生欺负 他拎起板凳就冲了上去 一下就撂倒了领头老大 没想到校爸居然是个弱鸡 就算有个小弟帮手 也就匡匡两拳解决掉 正当小崔要给校爸一个深刻的教训师 没想到又出来一个武力值更强的大哥 以目前瘦弱的身躯完全不是对手 他也再一次受到若基校爸的殴打 幸好这时老师来上课才躲过一劫 然而放学后又免不了这群人的毒打 但这也让他发现了分裂他们的机会 原来大哥和校爸李静上之间也并非和谐 他不明白武力值强悍的大哥 为什么不反抗若基的长官 于是他趁着大哥上厕所的时机 故意吹捧大哥比李静上强悍 为什么会让一个若基来当老大 甚至被打脸还不敢还手 被刺激到的大哥袒露了原因 原来李静上有一个背景靠山 那就是高年级的山姬 他是学校里最会打架的人 李静上只是和他小学上过同一家拳馆 才借此狐假虎威 连大哥都不得不屈服 小崔也意识到无论是社会还是学校 永远都免不了没该死的派系问题 他看出大哥也想扳倒李静上 于是便让大哥不要插手 这样的话山姬也没理由来找大哥麻烦 就在下午李静上再一次挑衅小崔时 他果断端起面汤淋在了李静上的头上 这一次大哥没有上去帮忙 而且李静上的迥样还受到围观的嘲笑 气不过的他找到自己的靠山山姬 请求帮忙找回面子教训小崔 山姬二话不说带人行动 然而万万没想到 当山姬来到教室看见小崔的样子后 山姬气不打一出来 怎么会有这么废物的手下 连弱小的边缘学生都解决不了 彻底对李静上失望至极 并且告诫以后别说和自己很熟 从此划分界限 原来这一切都是小崔的寂寞 他熟知山姬一伙人最好面子 不会对太弱的人动手折了派头 现在的李静上彻底成了一个弱鸡 大哥也不会惯了他 直接一个大逼斗让他仗仗记性 从此以后在校园里 所有人对他都不放在眼里 就连曾经的女神都嘲讽他是废物 这种从天堂到地狱的经历 也让李静上彻底崩溃 就在小崔晚上回家的路上 李静上从背后袭击了他 万万没想到小崔的第三段死亡体验 居然是被一块板砖活活砸死 他完全低估了崩溃风魔的人形 再次醒来后已经身处惩戒空间 他愤怒质问女人是不是他动了手脚 然而迎接她的是女人的大力过尖帅 警告他所有的结果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再有下次将会受到更加痛苦的体验 这个男人是黑帮的职业猎犬 专门负责清理垃圾 然而却翩翩上了老大的女人 为了能够和他双速双飞 男人偷走了老板一百亿资金 没曾想在与女人会合的路上 被老板的手下拦截 遭到严刑拷打 逼问女人和资金的下落 就在钻头里眼球只有0.01公分时 小崔第四次的附身体验开始了 他一脚踹倒面前的打手 利用身体的肌肉技 成功团灭了这群战力喳喳 看着自己的杰作 简直是场电影 现在的唯一想法 就是拿到那一百亿资金 他骑着摩托从货车上一跃而下 幸存的手下向老板 报告小崔逃跑的信息 老板发出二十亿悬赏狩猎小崔 结果全市的杀手倾巢而出 一路上的追逐火光带闪电 最终却被堵在了停车场的天台 就连老板都亲自出马 小崔看着眼前的局势 怎么都是死路一条 还不如听天由命 他驾驶着摩托从天台一跃而下 正巧落入下方的泳池逃出生天 他紧赶慢赶来到约定的马 见到了原生喜爱的那个女人 然而惊喜总是那么挫不及防 小崔被面前的女人两枪冻穿了脑袋 再一次送回了承接空间 女神高兴地看着气急败坏的小崔 看来她还是没有了解到人性的可怕 那个女人就是要独吞那笔钱才杀了她 小崔还在高兴只有自己才知道藏钱的地方 下一次附身就可以瞬间成为亿万富翁 然而下一秒就被女神送去轮回 可没想到这次附身的居然是一个囚犯 更意外的是在这里遇见了若鸡笑霸礼金上 并且他还把自己包装成了心理变态杀人狂 以此让其他犯人害怕确保自己的安全 这时小崔也通过记忆碎片了解到身份信息 这次体验的是一个格斗选手 因为家里欠下大量债务 不得已替人顶罪换取钱财 并且由于年龄未满18岁不会坐牢 然而说好的罪名是肇事逃逸 可由于被撞的女孩伤势过重身亡 结果以杀人罪被判处两年监禁 前身也以此要挟对方加大酬惊 否则出狱就去举报 回过神的小崔看着李靖上 决定好好回馈一下他 让他彻底改变虚张声势的习惯 小崔把李靖上的犯罪过程 在牢房里讲述了出来 眼看自己的背景被扒光 李靖上彻底的慌了 育友都对他的欺骗深恶痛绝 上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从此李靖上成为了监狱 人人可泣的老鼠 第二天正当小崔义务劳动时 一个犯人偷偷拆卸的切割机 想要制造意外杀了小崔 可结果 偷机不成18米 切割刀片把自己弄成了重伤 御警连忙送伤员就医 可接下来的局面让小崔猝不及防 留下来的犯人各个手拿武器 领头放出狠话 让他等不到出狱的那天 小崔也突然意识到 是委托人满胸杀他 一场激烈的运动过后 小崔轻松撂倒了全部的范园 感叹这句身体简直太棒了 年轻而且身手又好 这时身边的跟班才姗姗来迟 不敢想象战斗已经结束了 晚上当大家都熟睡之际 李静上悄悄起身来到卫生间 他用力将牙刷尾部在地上摩擦 将它磨制成一把武器 没想到却被小崔抓住手臂 一把夺过了牙刷 看来李静上还是死心不改 小崔决定用另一种方式惩罚他 表示自己有阴阳眼 吓唬他有一个鬼魂骑在他的肩膀上 结果李静上直接被吓得尿了裤子 终于到了小崔出狱的日子 他同时拒绝了索要的酬金 决定从此好好做人 可这一举动让委托人心神不宁 离开后的小崔直接来到码头 拿到了上一世所藏匿的一百亿资金 当晚带着满满的一包钱 将他存储在商场的储藏柜 可当他一个人走夜路时 冒出来一个男人对着他就是连同两刀 原来这个男人是被撞女孩的父亲 为的就是报仇血恨 小崔立马解释自己不是肇事者 当时是替人顶罪而已 男人听见了有人过来的声音 立马撒腿就跑 而赶来的人是一同出狱的小跟班 可没想到这个小跟班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更是拿出了一把笔手 原来他早已经被委托人收买 小跟班疯狂地用刀捅向小崔 这也让小崔彻底失去的声息 他再一次回到了承接空间 等待他的还有七次死亡体验 而在咖啡店放声大哭 妈妈急忙抱起来安抚 并向周围的人道歉 可万万没想到刚一上车 妈妈就疯狂朝着宝宝咆哮 被小崔附身的宝宝无语地 看着这个疯女人 然而更过分地还在后面 母亲一回到家就把宝宝摔在沙发上 宝宝疼得四脚朝天 爸爸看见后急忙上来安抚 本以为这个爸爸是个好人 可下一秒 他就拿着过期四个月的服饰 喂给宝宝吃饭 看着宝宝闭嘴不吃 他立马露出了另一幅面孔 疯狂对着宝宝怒吼 就在这时 家里的门铃响起 妈妈立马撵撵香烟 利用清新剂掩盖烟味 爸爸也急忙擦除宝宝嘴上的残渣 打开门后 是警察和儿童保护专家 接到举报这里虐待儿童 需要进去房间查看 然而专家并没有查出问题 同时爸爸也拿出自己的名片 在一家儿童福利院工作 警察更是在家里看见了全家福的照片 因此打消了两人的嫌疑 眼看警察即将离开 宝宝立刻放声大哭吸引注意 然而他们只是觉得宝宝哭声红亮 便放心地离开了 那你竟然真是在家里看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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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你干什么 妈妈宣泄完就拿起旁边的枕头 将宝宝活活捂死 小崔也再次回到了惩戒空间 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么恶毒的父母 女神告诉他 不是每个人都有选择权 这种人在世界上多不胜数 接着就送小崔去体验第七世 等小崔恢复意识 立马发现自己身处藏钱的商场外 赶在工作人员清理储藏柜之前 及时取出了包包 之后他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没想到这一次是个美男 并且商场的广告牌上都是自己的海报 通过记忆碎片了解到 前身从小酷似无厌阻 深受学姐学妹的喜爱追捧 更是进入了模特行业传的盆满钵满 进入了豪华大平层的家后 奢侈品更是琳琅满目 他太满意这次的身份了 简直就是年少多金王老五 他看着桌上的新闻报道 发现那对虐童致死的父母已经锒铛入狱 终是恶有恶报 第二天一早 小崔便被哥哥拉到咖啡店帮忙 却没想到遇见了前世的女友智秀 看着温文尔雅的他缓缓靠近 小崔亚麻呆住了 这也让他唤起了脑海中甜蜜的记忆 以及当初悲痛分手的画面 而如今他不再是前世的面孔了 了解到他成为了一名作家后 立马上网搜索相关的信息 报道了他获奖时最想感谢的是男友 而当他看见获奖的日期 正是当初说分手的日子 给自己的信封也是比赛的奖金 这让他心里产生了强烈的愧疚 小崔立马跑上二楼 找到了女友的出版小说 当他仔细阅读里面的内容时 再一次想起了曾经的朝朝暮暮 甚至分手那天还专门买了一支钢笔 准备送给心爱的女友智秀 可直到最后这份礼物都没有送出去 小崔转眼又发现无地自容的事情 原来那天送女友回家的是他的亲哥 就因为自己的自卑而误会了他 第二天便以粉丝的身份接近他 并告诉他自己有一个小说构思 是一个男人循环经历死亡的故事 把自己的经历编织成小说告诉他 智秀也对这个故事燃起了兴趣 并约定以后的日子要讲给自己听 当小崔拿出小说让智秀签名时 意外发现他的笔就是自己未送出的那支 原来是母亲收拾遗物时发现 并转交给智秀的 这天晚上智秀听完故事 询问故事主角为什么不去找妈妈时 小崔迟疑了 当智秀离开时 天空不坐美下起了大雨 小崔慌忙打了一把伞追了上来 并把伞递给了智秀 自己则淋雨跑回咖啡店里 这时一个顾客意外打碎了杯子 窗外又有警车急速驶过 收拾杯子碎片又划伤了手 更是听见顾客谈论 外面有个女生发生了车祸 她慌忙地跑了出去来到车祸现场 看着同样的红色雨伞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挣扎着想要查看女生的情报 结果意外看见完好的智秀站在对面 这也让她彻底安了心 智秀看着小崔着急忙慌的样子 认为那一定是她重要的人 她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刚才的经历让她想去见一个人 第二天智秀来到陵园祭拜小崔 而这一幕都被后面的小崔看在眼里 等智秀走后 小崔也来到了自己的灵堂 忽然一个说话声在背后响起 听着熟悉的声音 她缓慢地转过身来 再次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看着母亲走进了卫生间 在门外听着里面传出的哭泣声 这也让她的眼泪彻底绷不住 当晚她以小崔好友的身份 写了一封信给母亲 告诉她小崔之前投资赚到了很多钱 第二天小崔来到家门口 输入了熟悉的密码 打开了久违的房门 看着家里的照片堵物撕人 她立马丢下包包离开了这里 晚上一个乌鸦飞到了广告台上 这也让广告牌失修跌落了下来 而正好小崔走到了这里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梦 看来是死态多次产生了恐惧 连做梦都在死亡 这天晚上当小崔对智秀说完故事后 担心时间太晚提议送她回家 两人慢悠悠地走在马路上 智秀说到希望故事有个快乐的结局 她觉得主角的人生太惨了 小崔也担心死亡随时会找上门 她决定把真相告诉智秀 曾经有一个谈了七年的女朋友 但一直没有让她看见体面的自己 就算在酒吧打零工时 女友还是一脸自豪地介绍自己的男朋友 在她的眼里满满的都是自己 她是那么富有善心温柔 她一直想要对女友说声抱歉 妈妈 你只爱你 我的妈呀给我看哭了 她也想要对女友 她的男朋友 她还想要对女友 她的男朋友 她的男朋友 都是他在操作 副驾驶下来的人 正是之前的顶罪的委托人 这时的小崔还尚有一丝气息 韩部长看见后便准备帮他一把 用戴着手套的手捂住了小崔的口 活生生地让他窒息而亡 案发现场散落着小崔的一张照片 承戒空间的指针再一次跳动了一格 此刻小崔再次从冥界醒来 整个人痛不欲生 很快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死神意外成了男人的女友 原来他能变成任何人 上一季结尾男人开枪杀了死神 本想开枪再次重生 不料却没了子弹 更没想到死神活了 还嘲笑男人太蠢 如果死神死了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但小崔指责为何害死无辜的执秀 但死神表示自己不是神 他只是死亡和人类沟通幻化的形体 并且执秀本身死期将至注定要在那天死亡 很快死神控制子弹射向小崔 于是下半场死亡游戏正式开始 当杀人犯遇到变态杀人犯 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变态杀手有个癖好 那就是用人血来作画 在杀人前他会先切断对方的四肢 这样才能零胆爆炮 可惜他的气运已经走到了尽头 而且他并不是本剧的男主 作为男主的小崔早在几个月前就跳楼死了 死后他被死神惩罚复活12次 他将在12个将死之人身上复活 如果他能阻止对方死去 那他就能用对方身体活下来 这一次小崔被死神送进了变态杀手身上 他很快就接受了这具身体的记忆 阿正男34岁 从小热爱画画却没能画出一番成就 几年前阿正看到一个从楼上坠落的女人 对方的鲜血激发了他的灵感 他回去后画下女人的死状 这幅画瞬间火遍大江南北 这天之后阿正一发不可收拾 他经常在半夜偷袭女人 他不求财不畏色 只为把他们挨个杀掉用血来作画 当然阿正也不止局限于女人 有时候他也会找男人来画 他杀的人越多画的画越多 一时间阿正名气大长 没多久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画家 小崔可不想用阿正的身份一直活下去 而且他现在还有个更重要的事要做 那就是为他女友报仇 小崔上一次穿到一个模特身上 他本来想要对他女友说出他复活的事情 但泰康集团的大少爷却开车撞死了他们 小崔这次回来就是专门复仇的 反正这变态杀手阿正得了绝症也没几天好过了 他打算利用阿正的身体除掉泰康大少 听说泰康大少要买他的话 他当即就回去接见他 但这里不是下手的好时机 而且他复活的前提是不能杀人 死神一定在暗中监视他 如果他杀掉泰康大少 死神一定会让他过得生物如此 小崔决定从长计议 可他不会知道这泰康大少也是个变态 泰康大少的心里有毛病 他小时候差点杀掉了保姆的孩子 这一幕被弟弟看见 他就买凶给弟弟制造一场飞机爆炸 弟弟死后泰康大少更加肆无忌惮 他经常半夜出去飙车 有时候遇到警官拦路 他还会嚣张地用身份来压人 太康大少打完年轻警官 又去侮辱中年警官 他说中年警官是个实事物的 但这样的人只配给他当狗 泰康大少嚣张跋扈 可小崔才不会忍着他 小崔一心想要复仇 他来到大少家门外 并故意用脚踩他大少的百万号车 甚至土口82年沉谈在他头上 小崔逼得泰康大少对他开枪 这样他就能顺势躲进大少的车里 小崔下车一把挪过枪 然后把泰康大少一脚踹晕带进阿正的家 阿正已经杀了15人了 小崔准备把泰康大少变成第16个 可惜他低估了这具身体的能力 还没等他动手他就栽在了地上 等他再次醒来时他已经成为了案板上带在你 泰康大少慢悠悠地给他讲起了他的故事 其实泰康大少也是杀过人的 但弟弟不是他杀的第一个 几年前泰康大少开车撞死了一个男人 而当时小崔也在现场 因为看到了男人的尸体 小崔吓得没能通过面试 以至于后来碌碌无微走上了绝路 泰康大少以为他当时只是撞死了男人 殊不知他还吓死了初出茅庐的小崔 得知真相的小崔愤怒无比 可现在他什么也做不了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泰康大少拿起切割机 然后 小崔在尖叫中和痛苦中离开了人世 这是他死的最惨的一次 可死神却说小崔是幸运的 如果小崔真的杀了泰康大少 那他的下场会比阿正那句身体惨一百倍 听到这话小崔哈哈大笑 他可从来没想过要杀掉泰康大少 谁说报仇一定要杀人呢 阿正的家里到处都是监控 刚才的事情已经全被记了下来 只等小崔下一次复活 他就能拿到那些视频让泰康大少老底坐穿 个微微诺诺的警官 在被死神上身后突然性情大变当起了全民英雄 他不仅身手了得 断案更是只需一分钟 同事们震惊于他的变化 却不知警官体内早已换了个幸福 小崔是死神眷顾的宠 他有12次复活的机会 但他每次复活的身体都是即将死去之一 上一次小崔复活在一个变态华家身上 结果被更为变态的泰康大少也给杀了 这一次小崔复活在中年警官身上 他只想利用手上的职权逮捕泰康大少 上一次小崔故意留下了泰康大少杀人的视频 现在按照记忆找过去 很快就拿到了那份监控 也要仰仗泰康大少 所以他准备自己去曝光这个视频 这里是变态华家阿正的家 小崔很清楚现场的血迹分布 他带人来勘察现场 阿正的罪名便再也瞒不住 泰康大少得知此事后无比震怒 他怕阿正的曝光会牵扯出他 便准备把碍事的警官给除掉 他派了杀手去对付警官 但警官体内是小崔的灵魂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被杀了 事后小崔给泰康大少打去电话 并说出了自己手上有监控视频一事 他让泰康大少乖乖过来自首 可泰康大少直接找到警局局长 小崔被叫去问话 但他没有认错 而是挺起摇杆和泰康大少应当 不管泰康大少开出什么条件 小崔就是不肯接受 他只是一个借用别人去窍的灵魂 除了报仇之外 他现在没有别的想法 小崔一心想要逮捕泰康大少 这让泰康大少十分恼火 软得不行那就来硬的 他给整个警局的人都发去悬赏 谁能弄死小崔 谁就能升官发财 给小崔埋下祸患后 他又接受了电视台采访 小崔把监控视频交给了记者 现在新闻已经报道了此事 泰康大少为了扭转事态 索性对外公布自己确实杀了阿正 他把自己伪装成被阿正绑走的受害者 并把虐杀现场谎称为自卫反击 阿正本就是臭名昭著的变态杀手 泰康大少这话一出顿时引发了民众的追捕 无数人都在支持泰康大少 还把他当成成恶扬善的大好 舆论压力外加泰康集团做后退 泰康大少不仅成功脱身 还为他自己攒了一波好评 事后他警告小崔小心点 还说他这个人向来有仇必保 泰康大少派人去绑了小崔 但他手下没能找到小崔藏起来的备份食品 他现在又忙着去国外 根本没时间回去收拾小崔 泰康大少想留着小崔慢慢折磨 可不知道是不是坏事做多了 他的四人飞机竟突然发生了剧烈颠舞 泰康大少惊恐地起身 才发现机上只有他一个人 屏幕上出现了一行行大字 上面显示了被泰康大少所杀掉的人 过马路的男人 泰康二少爷 还有因为泰康大少给出的丰厚报酬 而不代将落伞跳伞的极限玩家 倒计时开始 这难道是死神在惩罚泰康大少吗 他来不及多想 火速带好将落伞 并在飞机爆炸前跳了下去 泰康大少安然落地 可惜还没等他高兴多久 他就被 车上走下来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人 这竟然是被绑架的小崔 原来小崔被正义的同事救了下来 为了抓到泰康大少 小崔特意策划了这场大戏 他在飞机上安装了炸弹 然后利用极限玩家的记忆跳伞离开飞机 并且他还上传了视频到网上 这是他用杀手的记忆得到的一段影片 泰康大少满凶杀他弟弟 是留下的监控 以及泰康大少在杀害阿正时说的那番话 这些足以证实他是个变态杀人魔 小崔提前落地等待泰康大少下来 就是为了亲手解决他 然而就在小崔要下四手之前 他突然看到了他送给女友的钢笔 他猛然惊醒 如果女友在这里一定不想看到他这么做 女友说他值得一个快乐的结局 那他何必为了这种人毁掉自己的未来 泰康大少这辈子彻底完蛋 经此一事他被截肢 以后只能在病床上度过余生 而小崔不仅有警官的这辈子 还有未知的下辈子和下下辈子 他决定好好活下去 可死神真的会让他如愿吗 面对毒贩的威胁小崔没有退缩 他直接冲上去抱住毒贩跳下来 虽然这样会让他损失一条命 但至少保住了他年轻的同事 小崔从来没有这样有成就感 哪怕只剩下最后三条命 小崔也没有任何后悔 死神嘲讽他的无知 人死了就死了 你换具身体再来过以往的荣耀或不堪 这一次死神故意让小崔复活在流浪汉身上 他要让小崔看看 他舍身救人后是否还能有人认出他 以前的同事给小崔打包了一些残羹盛材 这是小崔上一世的葬礼 却没人认出他才是今天的主角 人类只认皮囊不食灵魂 这一刻小崔终于深切感受到这一点 看到流浪汉的记忆朝他永远 他赶紧跑下楼试图拒收 可惜拒收未满 反而还磕了头 小崔就这样把自己给磕没了 现在他还剩下最后两条命 但小崔已经没有玩下去了有一切 他想要尽快结束这最后的两次复活 于是当他复活在一个大叔身上时 他想也不想的就朝着马路中央冲去 小崔的这具身体竟然死在他原本的身体之前 原来被泰康大哨撞死的路人就是他自己 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 小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抓住自己的身体想要说声对不起 却把曾经的他给吓得不轻 小崔的悲剧从此刻开始 他怨天尤人了这么久 谁知竟是他自己造成的这苦 小崔心如死灰 他想要快点结束最后一次复活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 这最后一次他竟然复活在了他妈妈身上 小崔一直以为他很了解他妈妈 可在接受了妈妈的记忆后 他才知道他错得有多离谱 妈妈不是生来就是妈妈的 他从一个明媚的少女变成他人妇 丈夫死后他一夜间长成参天大树 不仅要抚养照顾小崔 还要拼命挣钱养家 这些年妈妈过得太不容易了 但他从没在小崔面前说过生活的艰辛 不管是严寒酷暑还是烈日大雪 他都在为了生存而奔波 他以为他的儿子会像他一样坚强 或者比他还要勇敢 可他那不争气的儿子竟然想不开跳楼了 妈妈甚至没能见到小崔最后一面 只看到了他冰冷的尸体 这天之后妈妈活得犹如形式走肉 他在世上唯一的牵挂没有了 要不是为了常常去祭拜小崔 他甚至不想再活下去 妈妈几乎每日都以泪洗面 小崔看到这里再也绷不住了 他想起了死神曾经对他说过的那段话 死亡有没有伤害到谁 当时小崔信誓旦旦地说没有 可原来他错得这么离谱 小崔亲眼目睹了女友的死 不能再眼睁睁看着妈妈这句身体死去 哪怕妈妈体内的灵魂已经消失不见 他也要代替他好好活下去 妈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小崔活得很艰难也很痛苦 但每天能看到妈妈这张脸 他又会打到很幸福 他没有再想不开 就这样保护了妈妈的身体几十年 直到妈妈的身体老得活不动了 他才终于离开了他 喂 为什么 因为他想再看到妈妈的笑脸 想要再抱抱他 小崔哭得不能自拔 此神见他终于明白了生命的真谛 便再给了他一颗复活的子弹 不过这一次他能不能回到他原来的身体 就看他的运气了 这里是小崔死前跳楼的地方 当时妈妈的电话打过来他没接 可现在他迫不及待地拿起来接听 他放在手机下的遗书被狂风席卷了四处漂泊 那张纸飞远了又飞进了 他在告诉我们终点都一样 那不如过程就勇敢享受